欢迎收听《义士携军》第199回 这个抢走续魂域的人究竟是谁? 环顾当今之事,谁能够有这等神鬼莫测的手段呢? 来无踪无影,去无痕无忌 就算是第一至尊云别臣和那几个 仅存于传说中的人物,能有这等手段吗? 灾了,二哥,你是说 其余十二人顺时啊,进其大惊失色 他们啊,谁都不是傻子呀 从萧沃云的那句,有人来抢夺续魂域了 众人呢,便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料想呢,必是那位神秘的高人前来了 一个个战役高昂,正等着和对方一决高降 但是啊,却连个人影也没有看到 本还以为是虚惊了一场 但是呢,却听到萧布宇亲口说 我们栽了,还栽到了家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若是再不明白,那可真的就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了 难道,众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萧布宇 看着萧布宇脸上的神色 众人用的虽然是疑问句 显示了不可置信之意 但是口气呢,却是肯定的意思 是啊,你们猜得没错 续魂欲已经落入那个人的手中 这已经是一个无庸怀疑的事实了 萧布宇阴柔低沉的声音显得说不出来的沮丧 我甚至没有看到人影 续魂欲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然后紧接着追出来也没有见到 而你们显然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这个跟头,我们风雪银城可栽得大了呀 怎么会呢,二哥 莫要忘记续魂欲上还有你的神石尽致 以及千里锁魂香啊 九长老瞪大了眼睛 有这两样东西带 我们想要找到它,岂不是轻而易举吗 他这句话一出口啊 其余众人脸上呢都露出了一种你是白痴的古怪的神色 若是这两种手段有用 二哥他岂会露出这等哭丧的表情呢 但一这么想啊 众人呢却又奇奇的脸色大变 哼,没用 这个人在续魂欲到手的时候 就以无上的手段轻易的抹去了我所设置的神石尽致 而且还在同时清除了千里锁魂香的气味 现在连小香儿都毫无办法了 肖不语苦笑了一声 抬头呢 看着正在半空盘旋的小小的绿鹰 只觉得是一阵无力 这,这怎么可能啊 其余的十二个人整齐的倒抽了一口冷气 神石尽致一旦使为 便与本身的神石是尤箱呼应连为一体 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轻易的斩断这种无形无影之中的神秘的联系 到底是什么人斩断的 而又需要什么样的实力才能斩得断 还有,千里锁魂香乃本城独有之密钥 这一带粘在身上就如粘在了灵魂上 除非是以本城的独门的解药清洗 否则,终此一生都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特异的香味 这个人又是怎么消除的呢 这一切实在是太过不可思议了吧 二哥,你真的已经确定了 一个沉重的声音众人寻声望去 却是这次刚刚前来的五长老 兄弟五人中呢,心思最为缜密的一个 确定了 肖不语长叹了一声皱着眉头 整个人呢,若是在这一刀那之间 可以说老了十年呢 眼下我唯一奇怪的是 这个人既然能够在瞬间 摸掉我的神识禁致 更消除了千里锁魂香 那么以他的实力 纵不能说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这也比我们现在的实力高出数个层次以上的境界 若是以此推论的话 他要想从我们的手中得到蓄魂香 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甚至就算是直接打上银城 强迫我们交出剩余的蓄魂玉 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为什么 他这么一说呀 众人呢也明白了过来 是啊 既然如此 这个人可说是一位盖世高人 却为什么要甘愿背负一个盗窃的名头 从小辈手里抢东西呢 这要是以后大白于天下 对他的名头却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这点真的无从解释啊 众人呢都是一阵的沉默 众人是面对八大至尊 以众人现在的实力来说 也有足够的勇气啊 打拼一场 甚至呢更有足够的实力战胜之 但是面对着这位 从头至尾都没现身 却让银城合共十三名大高手 就栽了一个大跟头的神秘人 众人呢 除了些微的愤慨之外 就是胆寒 由衷的胆寒啊 这样的人 幸亏只是意在夺欲 若是当真存心 要对付自己之中的某一个 那岂不是如同两根手指 捏个田螺一般吗 银城七剑 每个人都是脸上神情不动 但是每一只握着剑柄的手 都已经变得骨节发白了 显不得老夫三十年不下云城 今日惆怅满志而来 却落得大败亏输啊 萧布宇双手付后 助力圣宝堂阁楼之巅 眼神悠悠 看着星光下天香城的万家灯火 终于呢 长长的吐了口气 半嗓一动不动 其余十二人呢 只觉得心中异常的压抑啊 差点就要喘不过气来了 天香城这片浓浓的夜色 就像是万里长空啊 突然压了下了一般 重重的沉甸甸的压在了众人的心上 今日之事 应速报银城 即日启程奔赴天南 此地并非善地 我等肃离为夷 萧布宇白发白须白袍 在夜风中萧瑟的飘动 声音中有着说不出来的黯然之情 似乎随着这句话的说出 他心中长久以来建立的自信自傲 也从他的身上尽数抽离了出来 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的感觉 二哥 十二个人同时关起了叫了一声 多想无疑 大家去睡吧 君墨鞋在得手的那一瞬间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将旭魂域收进了红军堂 然后便全力以赴地运起了阴阳盾 一动没动地站在萧凤屋房子的墙角 静静地观望着事态的后续变化 就在他刚刚收好的那一刻 萧布宇便已经猛地冲了进来 那凌厉的玄气和几乎呈放射状四面发散的神石 便如千百柄的利剑呢 凌空飞旋 几乎逼着君墨鞋 连呼吸也透不过来 不如他心中一阵大害啊 这位风雪银城的绝顶的人物 果然是非同小可 但是看他的这份气势 除了比英伯空的少了半分沉稳之外 其他的方面呢 已经是并不逊色多少了 难怪此次风雪银城的计划当中 如此的信心爆棚啊 然后呢 君墨鞋便免费地观看了一场好戏 对于银城中人的猜测 君墨鞋只有一种感觉 世事真是奇妙无比啊 自己呢 现在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小虾密啊 既然被这些 如同大白沙大鳄一帮的神选者们 硬生生地抬举到了天下第一的位子上 真是爽啊 当然了 君大少爷眼相也就只是看看而已 可是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的 就在肖步雨一片消沉的时候 君墨鞋就在他身边不远 双手抱着膝盖 饶有兴趣地看着 一脸的幸灾乐祸呀 现在肖步雨竟然当机立断 立即下了吉日奔赴天南的决定 君墨鞋呢 意外之余 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虽然明知道到了天南之后 这些人呢 定然会找机会啊 为难自己的 为难三叔 甚至呢 会对付英伯空 但是君墨鞋心中 却没有更多的担心 以自己的一身灵气 到了天南 那还不是等于到了自己家一样 还会怕他吗 那可真是笑话了 实则君墨鞋眼下真正最担心的是 风雪银城的人 会在路上截杀君无异的军队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而且很无忌 但是呢 君墨鞋最顾忌的反而就是这个 对比起这个来呢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所以君墨鞋这一页 守在了圣宝堂的楼顶上 一直呢 没有离去 他要眼看着风雪银城的人 离开 他才能够真正的放心 而且啊 在他们离开之后 自己也要尽量的拖延大军的进城 免得呢 这帮家伙在半路等着 那可就太糟糕了呀 凌晨呢 君墨鞋亲眼目睹了 风雪银城六大长老 七位天玄巅峰 还有木雪童和肖寒 带着一脸苍白 兼有气无力的肖凤吾 和银城小公主寒烟梦 带着行李浩浩荡荡的 离开了圣宝堂 走出了天乡城 在尾随了三四十里路 确定这些人是埋头赶路之后 这才宽心大放的回来 终于走了 现在的天乡城可就是老子的天下了 君大少爷一路轻飘飘的 只感觉轻松无比啊 刚到了家门口的君墨鞋 就被一股浓重到极点的刺鼻的药味冲得几乎摔了个跟头 这是怎么回事啊 再定睛仔细一看 直接被吓了一跳 我的老天爷 这 这叫什么事啊 只见一队士兵啊 压着十数辆大型马车 簇拥 积聚在了君家的大门口 还有一队正绵绵不绝的从马车上往下搬箱子 一个个箱子 一个个盒子 或精致 或散装 被有条不紊的搬了下来 搬进了君家 那些刺鼻的药味呢 竟都是从这些箱子盒子里边传过来的 嗯 幸亏这箱子呀 是往里搬 而不是往外搬 否则的话 君墨鞋第一个反应就是被抄家了 本来这一幕呢 已经够混乱的了 可这呀 还不算完 旁边呢 还有数十位长跑马褂的半白老头 中年人呢 他在那忽天抢地的大哭哀求着 场面更加的混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发生了什么事至于吗 满腹狐疑的君大少爷 穿过了人群 刚要进入家门 突然正在一边大哭的几个中年人看见了他 几步抢了过来 扑通一声的跪在了他的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哀求啊 孙少啊 孙少爷 您行行好 您就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吧 我们愿意给您供长生牌位 保佑您长命百岁 功猴万代 哎呀 可怜我们这小本经营 这上有老下有小啊 我说您就发发慈悲吧 君冒邪一愣啊 这关我什么事啊 这都什么词啊 我怎么越听本少爷越像那些传说中的鼻梁围唱 梯南霸女 梯南霸女 维护一方的恶霸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君墨杰 唐胖子特有的语调 献宝似的凑了上来 比熊掌呢 还大一圈的胖手一比划 诺 这些都是 咱们出手 嘿 你掉放一百个鲜吧 君墨杰 有些眼晕了 我是吩咐你尽可能的多弄些药材过来 可是这也太多了一点了吧 还有这些老头子中年人 这这这都是干什么的呀 这么多药 你怎么弄来的 还有这些人都怎么回事啊 嗨 三少啊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何必讲外行话的 你这穿着明北装糊涂啊 唐元 挤了几眼睛 一副我明白你也明白的样子 哎呦 唐少爷 君少爷 请两位高抬贵手 放小他们一马吧 给咱们就留条活路呗 还是那些人 乍见胖子到来 又哭哭啼啼的围着上来 下饺子一般贵岛 磕头如捣蒜 你 君墨杰恶然伴赏 他终于隐隐约约的明白了 事情的大致的始末了 看眼前的架势 恐怕胖子呀 直接给这几家药店抄了枪 总非如此 这么海量的药材 只怕就没处逃换去 你当时要的那么急 这量呢 还那么多 就这么点的时间 我到哪儿去给你逃过去啊 于是乎本少爷 眉头一皱是地上熏来呀 顿时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说起这件事呢 唐元很得意 没飞色舞的说道 于是我连夜安排 想要从这些药店里边呢 收购他们的药材 但是我们要的量太多了 他们居然说不愿意 说什么 一旦这样卖了 他们日常的生意啊 也就做不成了 君墨邪无语的翻了翻白眼 你这是废话练习啊 你一下子把人家库存的药 全包园了 人家还怎么做生意啊 总要留出几天的时间 给人家周转吧 你说药就全药 难道给人家留下一个空垫吗 哼 于是哥哥我就怒了 唐元一张眼睛杀气腾腾 他妈的 居然拿做不成生意来拒绝我 既然不做本少爷的买卖 那就是摆明的殿大欺客了 真真是其有此理 敢欺负到我兄弟二人头上 那还有王法吗 既然如此 本少爷干脆啊 就让他们永远也不用再做生意了 于是啊 今天一大早 本少爷呢去刑部要立纸批文 然后来了个大力整顿 顺便的 就把这几家最大的 也是昨天态度最牛的 干脆封了店面 抄了家 现在所有的药材都送到这儿来了 你 你用什么理由抄的家呀 刑部的批文 你说要就要 这也太牛了吧 三 三少 你不会是傻子吧 你怎么经出外行话呀 以咱们兄弟的身份 抄这些人的家呢 那还需要什么理由啊 抄他们的家 那是看得起他们 整一大堆木须有的东西 往上一扣 先抄了家 再说别的 等过个几天 要是心情好就忘了 要是心情还不好 干脆彤彤彤抓起来 砍了脑袋也就罢了 整天鸡毛子喊叫的 烦人 唐元嘴角一撇 哼哼两声 君墨鞋瞪大了眼睛啊 他第一次发现了 自己穿越过的 与原本的身份 还没有真正的完全融合 唐元说的呀 很有道理 在这种封建社会当中 唐元君墨鞋这种太子党 想要整一个开药店的 真的就像唐元所说的 那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不过这也太专横霸道了吧 不说别的 不管君墨鞋还是唐元 都是属于横着走的正牌 太子党中的翘楚人物 不要说是超个平民的家 就算是杀了个把人 也都梗着脖子上刑部啊 然后呢 直接大摇大摆的说一声 人是我杀的 但他们要给整成 他们是罪有应得 咱是正当防卫 见有为 应该得到朝廷的表彰 对了 还得让施主啊 赔偿精神损失 咱可是受了惊吓的呀 完事之后 再把什么苦主 施主什么的 全部都整进大牢里面去 别让他们在外边烦我啊 你们要是做不好 我绝对不建议让你们也进去关几天 就这么决定了 这 就是位高权重的好处啊 试问整个天仙国有几个人 惹得起唐家 君家 这两大世家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义士协军 第二百回